几年前,中国执法部门逮捕了两名 涉嫌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人 一位叫康明海,另一位叫迈克尔 这两人因为从事间谍活动 被中国驱压了接近三年,前年获释回国 近日据加拿大环球邮报 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说 现在迈克尔向加拿大政府索偿几百万家园 迈克尔声称康明海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跟加拿大政府和五眼联盟分享关于朝鲜的情报 导致两人被中方拘押 据《环球邮报》的报道说 迈克尔在他诉讼的状况中控诉 他当年之所以会被中国政府逮捕 是因为他被康明海以及加拿大外交部欺骗了 当时迈克尔曾经把他在中国期间了解到 关于朝鲜方面的情报 分享给曾经以前在加拿大外交部 但当时就说自己已经离职了 现在是一家国际关系智库公司工作的康明海 即是他把情报给了康明海 虽然康明海以前在加拿大外交部工作 但就说自己已经离职了 但迈克尔不知道 原来康明海不单是和加拿大的外交部 仍然是有联系的 而且在加拿大驻中国的大使馆里面 有一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门 这个部门也把康明海 它是视作为一个重要的情报资产来的 消息的来源 结果迈克尔就给了康明海的信息 康明海把这些信息通过加拿大政府的渠道 最终就传递给由加拿大所属 是由美国所控制的五眼联盟的情报网络里面 对于上述的报道 加拿大政府目前仍然是否认 就说康明海是加拿大间谍的说法 纯粹是谣言 但有一名曾经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做过的事 前的外交官 就对《环球邮报》透露 他说虽然在加拿大驻华大使馆里面 那一个从事情报工作部门的部门 是不直属加拿大的安全情报局的 但这个部门搜集到的情报 对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而言 他一直都是很有价值的 虽然不是直属是他 但是一直都有给他情报 而是很有用的 所以这位前的外交官就说 也很难怪中国方面 是会把康明海视作为一个间谍 中国政府当年对麦克尔和康明海指控的罪名 就是麦克尔是为境外刺探国家的秘密情报罪 而康明海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的秘密罪 那如果现在麦克尔所言是属实的话 即是他在告康明海和加拿大政府 他说的情节是真实的话 那就证明到中国当年拘禁他们和告他的罪 可能都是相当于贴近事实的 好 我就说下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说到新上任的马尔代夫的总统 这位政治立场被认为是亲中的马尔代夫总统穆伊祖 在就任之后的第二天 就要求印度要撤离去驻派在马尔代夫的分事人员 这位穆伊祖在竞选期间曾经喊出印度离开 India out 这个口号 穆伊祖在9月30日在总统大选的第二轮决胜中 是胜出的 在11月17日宣誓就职的 根据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 18日第二天就发布了新闻稿 穆伊祖当日接见了前离治河的印度地球科学部的部长李继竹 他看到李继竹正式要求印度政府要撤离 派驻在马尔代夫的军事人员 新闻稿还指出 穆伊祖是在马尔代夫人民的授权之下提出这项要求的 他也希望印度政府尊重马尔代夫人民的民主意愿 看回马尔代夫的军方在2021年曾经披露 大约有75名的印度军事人员 住宅在马尔代夫 没错只有75名 因为马尔代夫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人口只有50万人 2021年只有52万人 这些驻军75名印度军事人员协助马尔代夫的士兵 使用和维护由印度提供的直升机和巡邻机 这些直升机是巡邻机多数是用来做什么呢 原来是用来运送急症的病人去到印度治疗 因为医疗设施马尔代夫也不足够 急症就用直升机送他去印度做治疗 或者巡邻机就用来监控马尔代夫经济海域的情况 但是穆依造认为虽然是这样的安排 是有损马尔代夫的主权的 就是容许一些印度的兵住在那里 他认为是不理想有损马尔代夫的主权 由于我们要注意 虽然马尔代夫的人口是很小的国家 只有五十多万人 但是马尔代夫的地理位置却是极具战略性的 因此 中国和印度近年来一直都透过多种方式 提升对马尔代夫的影响力 外界普遍认为 马尔代夫要求印度撤离军事人员 算是一种在中国在地缘政治上 这种较量上一次胜利 印度德干前封报引述一些消息人士说 穆依造并未提出印度要撤离军事人员的时间表 而且双方仍是同意想出一套可行的解决办法 令到马尔代夫可以继续使用印度提供的直升机和军机 看看谁执行如何安排 令到这些服务仍然是保持的 穆依造在当选总统之后 曾经向媒体表示 他要求印度撤离军事人员的做法 是不具针对性的 他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在马尔代夫驻军 另外穆依造在日前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时 也曾经说过 他说马尔代夫太小了 是不能介入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 马尔代夫将会和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同合作 另一方面 马尔代夫总统办公室也提到 穆依造和李继竹 即是印度的代表 承诺继续巩固两国之间的相边关系 新闻也提到穆依造 他是知道印度直升机对马尔代夫 紧急医疗救援的重要性 同时他也是和李继竹一起 检视印度援助多项 在马尔代夫计划的执行进展 虽然他要求印度撤离军事人员 但是他做法是一个主权的象征 但是他也是保持一个尽量中立 即是和所有国家都合作 也都没有得罪印度的一个这样的做法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羽人金融Hi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